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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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情都不解决 所以這個解决 對我們來講 無關是 洗乾出洗乾法 都需要解决 我們學佛 經過要解决 如果沒有解决 就無期 有很多人學佛 沒有解决 去學佛法 去用偏 自己不知道 這都是無期 這大家說是各解决 那麼這就是 入種消毒的現象 那處龍頭 在燭煉解通 這個龍頭就是說 很複雜的事情 你處理這個 立場生活的這個 事務、事業、家庭的事情 社會上的事情 公司的事情 我們府門裡面說 道庭的事情 人數的事情 物質環境的事情 很多 很複雜 龍頭就是說 很複雜的意思 一般 我們當中比較複雜的事情 就很難處理 心就是煩 就是亂 會補一個董事 我們這裡 新加坡的董事 會補一個 他會補一個 他會說 現在就代流導資 公司的事情很複雜 公司的頭路很複雜 他說 我如果這個公司 整個頭部就無沙沙 不知道要怎麼辦 心都會亂 他說這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如果來新加坡 他如果知道 都會來 找我公會 找我公會 可能他可以 停止這些 複雜的 這些事務 心不可以 停止到 一點點嚴重 剛才說到六點半 說到他去吉田接人 接人家接到不記得 人打電話來他吹 那麼我跟他說 我先教他 念觀音菩薩 當著困難的事情 當著那個 太解決的事情 先別想 念菩薩的勝負 菩薩給你加持 你就有地府去處理 處理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常生活當中 自己辦事情 當中困難的時候 可以求分裂加持 大概在五十年前 有一次 這個 我們讀書 在台灣 台北那個 法務部 法務部就是 官司法的 這個 看人家 那個 憲法的 法務部 請我們 讀書去 崗宴 我們也說什麼 讀書 很多法官 問問問題 因為我們讀書 在崗宴當中 有說到 這個法官 在跟我們 讀書 有些 說不去玩弄人 說不可能 他就譬如以前 李老師 李冰南老吉思 以前 在台廟 十九歲的時候 做到館長 以前 台廟這個館長 行政兼思法 都要管 那麼李老師 他可以中醫 可以接賣 可以 可以拯救 可以開藥給我吃 他說中醫牌 李老師 他說 他跟看賓 有辦法 有辦法 有辦法說 不再跟五十 再跟金斷 沒有錯誤過 看賓 有辦法 他說他在做館長的時候 在跟看賓 他說他就沒有辦法 說 沒有館長得吃 他就不敢說了 所以說這條 就很困難 這個館長 還有館長人 讓人拍四星 那個說拍四星的不然 他會報收 在台灣 我去南部 一次去公經 就當一個 一個法官那一段 跟他們拍四星的 那一段 我一回到高雄 正中學 我去公經三天 公經 有一個六十幾歲 這個南俊 這個技師來打工 說他在做看賓 常在看四星 他說現在呢 晚上都幾乎來打工 晚上都幾乎來打工 晚上都在睡 那幾乎 就把他打在臉上 他說 以前他聽到 我們讀書講的 這個密度經俗操 知道說可以黏阿密豆腐 快來洗風 他說如果沒有呢 我這四人死了 一定會地獄 他說我在做法 可能會完工很多 我在想 這個阿蘇室 他自己也很參悔 就不一樣 這樣 那麼 我們老師在法博部講說 在很多砍工 裡面 我們女兒 我們女兒有學佛 有聽見 就在做砍工 在砍工 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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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讀書就開始了 他說你自己做這個事情要謹慎 要修心 不能麻麻麻麻麻 那麼我們要謹慎 謹慎 謹慎 怕說禮婚不夠 有時候會打工五盤 要去求婚你的家事 譬如說你早上要去法年沒人看多 早上早上早上去念阿彌陀佛 在這裡念觀仙菩薩 念一眼前 求婚你的家事 到時候如果要去看冬太太去 要婚你的家事你就會貼婚了 你就會看得清楚了 不然就去看政策 所以我們的道士就加上這個方法 那麼這是其中的一種職業 所以不管你中宿多一種行業 要遇到困難 遇到麻麻麻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心念佛 求佛你的家事 譬如說你遇到這個事情 有困難 不能解決的 不知道要怎麼做 先不要再想 不要再想 你如果在家裡佛 遇到家裡念 在家裡說太差了 沒辦法念 來這裡念 趕快來這裡念什麼 可能你的問題就要解決了 求婚了來給你加持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所以我們要夾種消毒 滴肥症狀 你處理更煩的事情 嘴嚥解通 就是說你接觸到這個事情 你馬上通達就知道怎麼處理 事情馬上就解決 這樣你就沒麻煩了 聽說 譬如說 繪有萬雄 利火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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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 這是兩方面 一方面是緝方 一方面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為什麼就是說 譬如我們過去人結緣 看到那個完結堆看到 整百歲就倒起來了 鎮魂心就升起來 現在這個入獎消毒 看到他 這個鎮魂心不起來 不但不起來 反正回來 先發育心 反正回來先發育心 這是對我們自己這方面來說 另外就是對風 譬如說 對風是跟我們緣受人 過於跟我們有結緣 本來他看到我們 他會很熟悉 要找我們本來